你在这框架这种框架结构之内 你得收起来 你得罚人 黄老师他们有的人问太极拳 为什么先要要求形式再要求神式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问题 说我一年到了就行了 我喜欢上不用太极才在乎 这样对不对 所有的动作都应该有招呼而见过动力 你所有的形式也好 你所有的神式也好 你都得在这个正确的这个动作规范之内 你看咱站桩 咱平时这个画圈都是轨迹 是吧 你看咱两个人一打手 我如果做不到陈间锐主 我只要起来 你对方一下子就掀起来了 所以说我如果我能做到陈间锐主 你压 你别说我陈间锐主 你压 我也能吃住你 对吧 你往上抬你看 我陈间锐主 我也能吃住你 所以说这都是在这种框架结构之内的 你在这框架这种框架结构之内的 你得收起来 你得罚人 加微信 庞恒国拼音 学习庞恒国老师课程 对吧 我如果是敞开了 就是你也能进来了 我也刮不出你去 是 我这个力点过不去 所以说一定是有规矩的 所以一定要外形你要做到 你才能才能发出力量来 千万大家注意这个 而不是说 哎呀我刚行似 我想着怎么定 这个没有外形的支撑 你肚子好的力量是使不出来的 嗯 好